对神族而言 产子是极耗费灵力的事 小妖得益于体内的要挟 产后并不如何虚弱 但仍旧需要静养几个月 她也不愿给孩子找乳母 每天都是自己补胃 为了她夜里能好好休息 苗普带着孩子住在外间 夜里饿了就抱来给她喂奶 一个生命的诞生所带来的 不只是喜悦 更有随之而来的忙乱 家里的一应事物 做饭 扫洒 洗衣 就暂时有两个嬷嬷轮流 和小苗承包了 小妖休养几天能下地了 白日里就和苗普带着孩子 在院中晒太阳 或者带去打铁铺看看她阿翁 香柳不得已只好夜里 塑在后山营地里 白天一有空就回家陪伴小妖和孩子 她给女儿取名小生 小生从出生起 就比其他人家的孩子会吃 总是没一会儿就饿了 半岁前一刻也离不开小妖 把小妖折腾得都瘦了 小妖发现小生的力气 也比一般的小宝宝大许多 很多婴儿的玩具 一到小生手里 没几下就玩坏了 她就会大哭大闹地发脾气 怎么哄也哄不好 有一天 小妖给小生的玩具都坏了 不得已她让出了自己的大肚娃娃 小生一见这个乐呵呵的笑娃娃 就喜爱得不得了 天天和娃娃一起玩一起睡 发脾气时就使劲砸 不管她怎么玩 娃娃总是那样笑呵呵地看着她 也不会像其他玩具一样 就损坏了 有了这个法宝 小妖才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小生一岁前是苗圃和小妖轮流哄着睡觉 非要两人抱着摇着 在怀里才肯睡 气人的是轻轻把她一放床上就醒了 等她大一些又重了些 小妖和苗圃每天为了哄她睡觉 手臂都酸得抬不起来 一日香柳回家 看小妖抱得辛苦 而平日里本该睡觉的小生 睁着黑溜溜的大眼睛 还在四处张望 她二话不说 结果小生拢在怀里 翻身上了毛球 拍拍毛球道 慢点 就带着小生飞到天上去了 小妖急得在后面大喊 向柳 小心别吓着小生 苗圃也跑到院子里 望着向柳远去的背影担忧地道 孤夜行不行啊 两个时辰后 香柳抱着小生回来了 小生在香柳怀里咯咯地笑 下来时 还恋恋不舍地摸了摸毛球 小妖抱过小生 发现她的衣服有点潮 疑惑地问 你把小生带去哪里了 香柳抬眉的意道 不告诉你 从此以后 香柳上午去山里 处理一些事物和授课 下午雷打不动地 带着小生骑毛球出去玩 她也从不告诉小妖 他们去了哪里 这是他们妇女间的小秘密 小妖也乐得忙里偷闲 小生鸭鸭学鱼 喊出的第一句话 是阿娘 接着是喊香柳爹爹 第三个是换苗普姨姨 为了要糖吃 学会了缠着小苗叫多多 而最最难的 却是换毛球 总是喊成了猫咎 可是架不住毛球 喜欢小生 和小生在一起时 她总是自愿换成小白颠 叽叽喳喳 又趾高气扬地 坐小生头上 再生气 她也不会在小生头上拉屎 小妖看着毛球 和小生感情好 心里哭笑不得 一时间 竟不知道该羡慕谁 一日向柳进房间时 小妖正靠在踏上 逗着小生玩 小生手中握着一个 精巧的银铃在玩耍 一看到香柳 就笑了 张开双臂 奶声奶气地唤着 爹爹 要抱抱 一边手舞足蹈地 挥舞着 藕结般的白嫩手臂 发出叮叮当当的 清脆声音 香柳抱起她 她搂着香柳的脖子 咯咯地笑 笑声悦耳 令人忘忧 这世间 在冷硬的心肠 看着这样的笑容 都会不自觉地柔软了 小妖望着香柳的笑颜 淡淡笑意如春风化雪 柔和了 她素日冷峻的容颜 如阳光下的 矮矮白雪一般耀眼 她从枕下摸出星星镜 趁香柳逗弄小生的当口 对着她妇女 就射了起来 香柳转头皱眉道 不要射我 射小生 小妖含笑道 就是要射你 你看看你自己笑成什么样了 香柳不自然地摸了摸自己的脸颊 自言自语道 我笑了吗 她甚少出现这样的神情 小妖忍俊不惊 索性以星星镜眼面 扑斥 一声大笑了起来 香柳把小生放回榻上 让她自己玩银铃 长臂一盏捞过还没笑完的小妖放在了自己怀里 好整以侠道 那我好好看看 说完就来夺星星镜 小妖见她真要看 突然想起里面有她女装饰自己留下的画面 立刻心慌地把星星镜揣回怀里道 不许看 香柳台眉似笑非笑地逆着小妖 小妖心虚道 总之就是不许看 两人离得近 香柳额头抵着小妖的额头 鼻尖对着鼻尖 谋色深沉地低声道 不是你叫我看的 小妖的心虚变成了心计 她无法作答 只好闭上眼睛 主动搂住香柳的脖子 在她的脖唇上落下一个吻 向柳探吸着辗转加深了这个吻 她细细含着小妖的唇舌 向蜜蜂吸食着花心那一点点的甜 小妖温顺地靠在她怀里 任她踩鞋 身体如水 一般被吻化了 两人都有点控制不住之时 小生却懦唧唧地拱进了小妖怀里 抱着阿娘揉眼睛要吵瞌睡了 小妖和香柳 指得分开了 香柳望着小生 不禁满面笑意 低头贴着小妖的脸颊说 当日你生产完还很虚弱 父王来问孩子的名字 我想这孩子出生时正 生起一弯新月 所以随口给孩子取了个小名 换作小生 你爹爹来催问了好几次孩子的大名 你若精神好 就想一个吧 小妖不着痕迹地白了香柳一眼 心道 这也太随便了 她一边悠着小生 一边思索 过了一会儿说道 叫月生吧 香柳问 月生 海上生明月的月生吗 不是这个生 是这个生 才比较像个女孩的名字 小妖在她手心一笔一画 写给香柳看 月生 香柳沉吟着 月生 月生 想了想又问 半月儿生 小妖看了香柳一眼 迈着关子道 是也不是 香柳看小生 已然睡着 也不再追问 小妖的思绪飞远了 她想要纪念的不只是小生出生时的那一弯星月 更是几百年前 一只白发白衣的俊美妖怪牵着她的手 一起看到的那一轮海上升起的圆月 那是她和香柳相知相爱的起点 如今有了怀里的小生 她正如星月升起 又给圆满的故事开启了新的篇章 小妖有着世间最尊贵 最沉重的姓氏 母亲曾尽全力想挣脱都没有挣脱 她却终于挣脱了 她还完成她母亲阿恒的遗愿 和心爱的人一起水归海 鸟入林 再次回到了她来的地方 香柳看小妖神色温柔地望着远方 像是在 回忆着遥远的往事 她也不禁神思纷飞 此时正是清水镇内最热闹的时刻 大街上人来人往 车水马龙 各种叫卖声 不绝于耳 未来的小妖 说不定又会变成在药堂内 打瞌睡的小医师 或者变成摇着扇子追孩子的妇人 香柳不禁微微笑了 她和小妖 终于变成云云众生中的一对普通夫妇 泯然于众人之间 只要这天下太平 她们一家人就会快乐地生活着